上一世,为了养活妹妹和阿娘,我自卖倾鉴自己,却在她长大后被嫌弃。 如不是阿姐同苏老爷有首尾,我上好的姻缘怎么会黄,苏公子那样重义我,他本要娶我为妻的,他忘了,苏老爷是我第一个恩客。 那晚,我是为了给高热的他治病,才会拉下廉齿自荐整席。 而那时候,我也有说了要来娶我的小竹马呀。 后来,阿娘帮她给我下药,我生生痛死在家中,他们的眼泪落在我脸上,终究这家子要活,我们也是不得已。 重来一世,我醒在了妹妹高热的那一日,冷雨从破漏的屋顶落在脸上,换洗了一整天脏衣的手,根本撑不起来。 隔壁是妹妹的哭闹声,你们答应了的,爹爹也答应了的,说好我十四岁生辰会给我送一条阴落。 阿姐都有,为什么我不能有?你们就是偏心,我爹在三个月前过世。 虽然族里人留了些体面,但是我们几个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 每过几日,娘就会拿出一个东西,交给我去当。 上个月,我的那个阴落也当掉了,换了两生米。 我娘含糊硬着,妹妹一直哭,哭得抽抽叶叶,几乎要吐了。 上一世,我为了这个妹妹十四岁的生辰,冒着寒气去下荷塘,一个个摸荷棒,从里面找出残碎的珍珠,给她做十四岁的生辰贺礼。 她当时很高兴,喜滋滋带着出去。 结果下午回来,将脖子上的珠子和小猪串子全扯了。 最大的都没有人家秀才小女儿的大,都笑我什么破烂一带。 姐,你这个珍珠太小了,真丢人,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不懂事,又因为阿爹死,心里不痛快,还一直安慰她。 可是现在,我一想到上一世最后时刻,毒药发作,我浑身如同刀割,她用棉被死死捂住我的嘴,不叫我出声。 那样大的力气啊,她当时看着我的眼睛,阿姐,你帮了我那么多回,这是最后一回,你帮帮我,我就能嫁进去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阿娘正好进来,看到我冷笑愣了愣,很快,她一边抓着我的手,一边抹眼泪。 婴儿哭了半晚上,都是阿娘不好,要不是阿娘没本事,也不会婴儿生日连个婴落都买不起。 阿妙,你说该怎么办呢?说吧,她偷眼来看了看我。 我这个阿娘,说是没主意,遇到事情就唉声叹气,来问我的意见。 但装装渐渐,富贵享受,她从头到尾一口苦都没吃过。 我爹在,她靠着我爹,我爹不在,她就等着我。 我笑了笑,我也不知道,阿娘觉得应该怎么办呢,阿娘没想到我这么说,愣了一下,回头看她身旁的老婴婴儿,那老婴儿就跟着叹气。 二小姐不比大小姐,生得晚,少想了几年福,这一下日子艰难,是很难适应。 我看着婴婴儿,哦,那怎么办呢?我爹已经死了呀,现在没钱啊,婴儿可有办法。 说来,婴儿在我们家也帮了这么久,现在日子这般,以后也是给不起工钱了。 不如,明天开始,婴儿就别来了吧。 上一世,我一直心疼阿娘,爱惜弟妹。 家里没钱,我却想办法,去抛头露面去点档。 也是在档铺,遇见了偶然来巡店的苏老爷。 苏老爷看中我美貌和性子,想要我做妾。 我阿娘当时咬紧牙说,我们江家女子是没有做妾的,要是让我去做了妾,她死了都没脸去见我爹。 但是,生活要钱,我阿弟树修要钱,人情交际也是钱。 阿娘就只会在我面前哭哭啼啼,抹着眼泪一直说,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我总说,我来想办法。 我一个十多岁的姑娘,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唯一的资本,就孤零零挂在身上。 后来,我私下成了苏老爷连外事都算不上的女人。 家里终于宽裕起来。 我那时候,朵朵闪闪,小心翼翼,每次出去都说去江喜,去绣妆绣花。 回来时候,还真的要泡白了手,或者扎破了指尖。 生怕阿娘知道我的事情会难受,会受不了,会崩溃的。 现在想来,她,难道真的不会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重来一遭,看着乌社和家中用度,在阿爹过世这么久, 我阿娘仍然留着嬷嬷,外面还有一个粗食的长工。 这,真的是担心生活恐惧没钱的样子吗? 这分明就是享受惯了的样子。 我刚刚说了,嬷嬷不用来,我娘立刻变了脸色。 可是,那么多事情,里里歪歪,怎么办呢? 阿娘,我们现在不是有钱人了。 我们是穷鬼,和陈嬷嬷一样的穷鬼。 我们用不起仆人,给不起工钱。 这些事,自然要家里人都自己动手来做。 不止我一个人做,阿娘要做,妹妹要做,弟弟也要做,阿娘啊了一声。 我问,很晚了,明天看来得早起呢。 阿娘还有什么事吗? 阿娘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善善出去一会, 隔壁就传来了妹妹摔碗的声音。 妹妹又开始发脾气,念叨着阿爹答应过给她的阴落。 可阿爹还答应过,她要长命百岁呢, 她要看着我们一个个出嫁呢。 我闭上眼,翻了个身,抓紧时间休息。 果然后半夜,妹妹就生病了。 她从小就这样,一旦有什么不如意, 她就会生病,发热,肚子痛。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阿娘夸我懂事, 不叫她操心。 她说二妹就不一样,二妹一点不乖,不懂事, 但偏偏就是这样,她却就偏心她。 偏心到,最后为了她,亲自给我下了药。 我睁着眼睛,一溜月眼挂在窗外,眼眸生痛, 仿佛上一世她那虚伪的眼泪还在眼中。 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活。 我不是辟邪,负担不了那么多的责任和人生。 咚咚咚,门被敲响了。 阿娘满脸焦急进来。 阿妙,怎么办? 婴儿说她浑身滚热,难受极了, 她六神无主的样子,伸手抹泪。 怎么办啊,阿娘不知道咋办了。 现在家里没钱,上回欠药堂的钱还没还, 怎么办啊,阿妙。 上一世,我安慰着阿娘,咬着牙说我出去借钱, 然后我去找了苏老爷。 我顺利拿到了钱,还带了大夫一起回来。 妹妹吃了药,香甜睡着了,阿娘也松了口气睡着了。 大夫收了枕金,满意离开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用冰冷的井水洗着澡, 一边流泪,一边撕了我阿爹生前留给我的婚书。 然后在天亮前,我一个人去见了苏老爷。 后来,我们的日子果然就开始宽裕起来。 阿娘从来没有问过我,借了谁的钱,借了多少钱。 此刻,她眼睛阴切看着我,仿佛就等我挺身而出。 我也看着她。 看了一会,我笑了。 阿娘糊涂,咱家用门银子,要是热就浇点凉水, 用凉水降温就行了,大家伙不都这样过来的吗? 阿娘愣了一下,可是,可是,不能借点吗? 阿娘,不如你找舅舅借点钱吧,我又建议。 阿娘摇头,你舅舅日子也不好过,怎么能找她? 生前,阿爹可没少给舅舅借钱,现在还一点也没什么吧。 阿妙,阿娘居然会生气,你变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其实妹妹根本没生病。 在知道得用冰凉的井水降温后, 她立刻脱掉了被子里的几身厚衣服, 红彤彤的脸渐渐恢复正常。 她哭着说,我只是想要我本来就有的东西,有错吗? 阿娘一个劲安慰她,说以后有钱,以后会给她买婴落的。 我看着她说,有钱? 哪里来的钱? 咱家没落了,弟弟六岁,等她顺利到二十几冠, 真能去族里某个事做,妹妹应该早就嫁人了吧。 那时候还要婴落吗? 妹妹哇的一声大哭, 阿娘,你看她,说话好难听。 更难听的,我还没说。 我的弟弟,其实是傻子。 三岁时就高热, 我阿娘不叫人,只知道哭。 非等喝酒应酬的阿爹回来,才哭唧唧请她拿主意请大夫。 结果稍糊涂了,上一世,我之所以那么心慌, 也是担心妹妹会变成弟弟那样子。 只是我娘一直不承认弟弟有问题, 她说弟弟是贵人语池, 所以说话慢些,贪吃些, 叫我不要针对弟弟。 我被捂死那天,身体还没冷透, 我弟就从我怀里摸走了我带回来的点心, 坐在旁边慢慢吃。 对她来说, 我只是一个定期带回食物的工具人。 对她们来说,也是这样。 我转身离开房间, 身后是妹妹大哭的声音, 娘,生日真的没钱了。 那我的吉吉礼还要不要办? 阿姐都办了,不可能我没有吧。 而且,我看秋和她们都买了胭脂了, 还秋爽摘的,我怎么办? 阿娘,你别止哭啊, 你问问阿姐,我们怎么办, 在我的枕头下面,藏着几十文钱。 本来是准备给阿娘一个惊喜的, 想要告诉她我也可以挣钱。 看来以后,都不必了。 这些日子, 我说是去找林家阿姐绣花做女工, 其实我都是去了猫胡同的刘寡妇那里, 帮她将洗衣服挣钱。 十样衣服两文钱, 洗得浑身腰酸背痛。 我收好钱, 丁丁开始回忆上一世的世道。 我记得那年冬天, 北边刮起了白毛风, 蛮子南下抢劫, 草药涨疯了。 如果我能有一笔本钱, 至少可以翻十倍百倍。 外面闹到半夜, 我第一次睡得这样安心。 第二天一早, 我拿出来我阿爹当初留下的定亲玉佩, 置地上等, 还有他留给我的其他物件, 全部拿了出来。 又将所有传的钱述了一道。 本钱不多也不算少, 但今年药材行价很低, 足可以一世。 我娘顶着黑眼圈等在堂屋, 见我出来就问, 今天早饭吃什么呀? 阿妙, 她还等着我如之前一样, 每天操心完家里所有事。 我笑, 家里向来都是阿娘做主, 阿娘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妹妹一下从房间出来, 大姐, 你怎么对母亲这样说话态度? 母亲天天辛辛苦苦为家里操持, 你就是这样冷言冷语。 妹妹说得对, 母亲辛苦, 妹妹赶紧去准备早膳和母亲要用的热水吧。 母亲应该还没洗漱吧, 我说爸出了门, 妹妹在后面使劲跺脚。 阿娘, 你看他, 如此不孝顺。 娘, 我这衣服短了一截, 该换了, 我静止去了当铺抵押。 拿了钱出来, 没想到正好碰上来寻店的苏老爷。 苏老爷当时看到我就顿住了, 他问我, 可就是姜仲怀的女儿。 又说按照交情, 我当称呼他一声世博, 要是有事, 仅可以找他。 我出门很久, 回头看他, 还在摸着胡子, 定定看着我。 真叫人恶心。 上一世, 我天真以为, 他真是看在父亲面子上照顾我, 谁知他早就做好局, 只等我一点点入套。 我拖了一口, 转身静直饶了几圈, 才找到了上一世相熟的一个药店伙计。 上一世, 因尽忠职守, 被诬陷赶出去的公朗, 是我给苏老爷禁言, 让他留了下来。 也是他, 在最后时候, 从帮我给过我那未曾蒙面未婚夫, 送过最后一封信。 是个有底线, 有原则的。 绕了圈路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下面择药, 一身破烂。 长势骂骂咧咧, 横挑鼻子竖挑眼, 公朗挨了两巴掌, 仍坚持说这些烂根, 就算去掉烂的药性也不对, 不该入药。 四周安静之后, 我在他面前蹲下, 递给他一张干净帕子。 只有十五六的少年有些紧张, 我开门见山, 拜托了他买药的事。 他既意外又震惊, 可是, 可是我们素不相识, 我说起对他方才的欣赏和信任, 又说了这一笔买卖的分成, 连同早准备好的契书都一并给他。 他面色渐渐肃然, 最后按了手印, 定当尽力。 结果刚刚回家, 阿娘就问我可是当了我的定亲玉佩, 他的消息来得太快, 没有任何担心, 下一句就是, 钱呢? 我目光一到了他旁边的桌子上, 上面有两盏茶, 有人来过, 应该就是苏老爷。 看来, 我这位阿娘比我想象中更早认识苏老板啊。 我说, 丢了, 我娘一下站起来, 那么多钱, 丢了, 人家还特意给了你高档。 怎么就丢了? 丢哪里了? 我挑了挑眉, 他似乎意识到什么, 又微软了声音。 阿妙, 我们是一家人, 你要是要什么衣上料子, 胭脂水粉, 妹妹有的, 阿娘自然都会给你考虑, 可是家里这么多张嘴吃饭你呢? 你妹妹马上还得准备鸡鸡的衣裳, 关机也要新做, 做人得讲良心。 阿妙, 告诉娘, 钱呢? 我笑, 摊开手给她看, 真丢了呀。 阿娘不信, 搜就是。 她真的搜, 连同那个没瓷退的孙嬷嬷, 将我拉进屋子, 从头到尾搜了一次。 连发际都被拆开来看, 赤身披着一身头发。 我站在昏暗的房中看着外面, 九月的天, 寒气却从脚底冒出来, 滑腻的手在我身上摸索。 我阿娘看着忽然说, 我的阿妙长大了呢。 弟弟正好奇靠近窗户缝隙看向我。 滚, 我面无表情骂她, 蠢货, 没见过女人吗? 阿娘文言当场暴怒, 借题发挥,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她含着眼泪跟我喊, 这就是你跟你弟弟说话的态度。 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你是她姐姐, 看一眼又怎么了? 姜妙啊姜妙, 你变了。 我看定然是在外面混久了, 心也了。 她叫孙嬷嬷将我直接关起来, 叫我弟和我妹都不要给我饭吃, 直到我说出那笔钱是在哪。 一个孙嬷嬷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一推就将她推了个四仰八叉, 阿娘生气叫人, 二妹和弟弟都来帮忙了, 多的两个也是废物。 我一人一个巴掌, 还没说话, 砰的一声, 后脑勺剧痛。 我阿娘摔了手上的凳子, 看着我摔倒在地, 她说, 反了反了, 快快, 把这个不孝女捆起来。 原来我阿娘也是会冻粗的。 漏算了, 我被五花大榜捆了, 扔进柴房, 饿了一天一夜, 二妹端着饭在外面巴鸡嘴吃香甜, 冷笑说我都是自找的, 谁叫我平时老管着她。 我阿娘带着孙嬷嬷去找了刘寡妇, 他们觉得我和刘寡妇相熟, 定然是她骗了钱。 刘寡妇性格颇辣, 当天端着板凳在我家门口骂了三天, 说要和我家绝交。 我阿娘耸包, 连句话都不敢回。 还叫孙嬷嬷送了杯茶, 去给刘寡妇说街坊邻居, 大家都体面一点。 刘寡妇冷笑说, 体面人谁吃女儿啊, 好歹江父子也是读书人, 将他最心爱的大女儿, 定了亲的送去做妾可合适。 她拉长抬高了声音, 分明就是给我听来提醒我的。 我说, 这一两日怎么会给我送一餐啊? 竟是打得这样主意。 我娘仗红了脸说, 人家苏老爷是当良妾贵妾取的。 况且, 我家阿妙那个并不算定亲。 又说我那个小竹马 不过是总角时说了玩笑话, 对方在北边这么些年, 也没有消息, 难道为了一句戏言耽误我一辈子吗? 刘寡妇骂得更难听, 说既然卖女儿有钱了, 又凭什么说我拿了你们钱, 捉贼拿脏, 捉奸拿霜, 要是再胡扯, 她就连夜吊死在我家门口。 外面骂得热闹, 我在柴房里面听得完全明白。 终于结束之后, 我娘进了柴房, 问我, 你是想好好的嫁, 还是想乖乖的嫁? 她说, 家里实在没办法了。 今儿一年都没吃的白金米饭, 全是杂色两骨, 并下用长米浆酒, 到了冬月, 竟连一件新凹子的钱都没有。 该当的也当得差不多了, 但人总得活得体面。 阿妙, 娘看那苏老爷是真心喜欢你, 来问过你好几次, 说以后必好好对你, 娘都是为你好, 都这时候了, 还想着体面。 我说, 我爹的丧期还没过呢? 孝顺这件事, 新城最重要。 只要你点头, 其他事情自然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不就是按通款区, 先做个两年多没名分的外事? 我把红肿的手举起来, 擦了擦无清嘴角的血, 不如你先给我解开, 我就真的信你是为我好, 苏老板的东西源源不断送来。 家里吃穿用度好了很多, 阿娘的眉头开始舒展, 有多少花多少, 连同打秋风的舅舅也开始上门了, 一口一个姐姐。 二妹有了新衣裳, 也有了新英洛, 带着她一晃一晃来劝我安心嫁。 我笑, 好妹妹, 你想想, 若我嫁了苏老爷做妾, 要是以后你看上他儿子, 那你怎么办呢?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二妹不屑冷笑, 七,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儿子, 他长那样, 儿子也好不了哪里去, 苏老爷还偶尔派人送东西时, 也带我弟弟出去, 我弟爱跟着去, 好吃得多。 我提醒他们, 弟弟脑子傻, 什么都学, 阿娘让他跟着那个老苏学, 也不怕学坏。 孙嬷嬷, 你劝劝啊, 阿娘生气, 你弟哪里傻, 他只是醒世晚了点, 跟着苏老爷多见见世面才好, 我都懒得提醒, 他上一世, 我弟自己通了男女知识的可怕, 白日青天光身子, 举着鞭子在家里追着孙嬷嬷跑, 孙嬷嬷阳怪气, 妙姐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伤吧, 用了这许多钱, 总也不见好, 我阿娘给我买了上好的药, 天天给我上药, 等着我身上头上脸上的伤好丸, 然后去见苏老爷, 他嘟囔抱怨, 最近不知道怎么, 要嫁又涨了, 阿妙, 你这伤口怎么还在流血呀, 现在还没到要嫁疯长的时候呢, 还要等两个月, 白毛疯起来, 大概是阿娘你捆得太紧了, 不透气和苏老爷见面的时间定在了寒衣节, 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会送寒衣, 苏老爷会在我们出去祭祀的路上, 准备好接应的马车, 我娘给我洗澡梳头完后, 带着我单独坐一辆车, 外面风声雨声渐渐响起, 往来行人都带着斗笠, 顾不得去看别人, 马车上, 他小声给我传授他的经验之谈, 为了怕我紧张, 还给我准备了暖酒, 他说如何用酒, 如何小意温柔, 如何含羞待怯, 如何让人欲罢不能, 但他不知道, 苏老爷不喜欢这些, 他更喜欢用鞭子, 上一世, 我能跟他那么久, 不是他长情, 而是我命运, 阿娘将酒杯送到了我嘴边, 另一只手来捏我下巴, 喝一口吧, 就一口, 娘是为你好, 我抿着嘴, 看着他, 阿娘看了我一会, 给我解开了脚上的镣铐, 他的手用力捏我脸颊, 就一口, 娘不想, 你难受, 以后你就知道, 娘都是为你好, 我张开嘴, 酒水进了嘴, 我娘微微笑起来, 阿妙, 这上好的药, 他的声音顿住, 我附身按住, 一把将它按在了马车里, 然后一口酒直接灌给了他, 我娘嗨嗨咳嗽起来, 你, 我看着他, 乌鸦反哺, 羊膏贵乳, 娘亲教我好东西, 应该先给娘用, 不对吗, 他张嘴要叫, 我抓着他的头, 狠狠撞上去, 他顿时昏了过去, 然后, 我将那镣铐还给他, 嘴里, 给他塞上了手帕, 这才撩开后面的帷幕, 从马车上跳了下去, 等我一身狼狈, 出现在公网破烂偏僻的家中时, 他震惊了片刻, 将最好的一个凳子送过来, 回过神来, 第一时间拿出了采购清单, 姜娘子, 这是清单, 这个是气信, 药行消息, 如今价格已起来了十倍, 就等着娘子踩断, 什么时候出手, 我即刻出发, 我拿过帕子擦了擦脸, 我亲自去, 药材按照之前的计划假装运走, 其实是囤积在北地 一个小城, 那也是上一世我记忆中 唯一没有被侵犯的城池, 公朗一呆, 可是, 可是, 我伸手拍了拍他肩膀, 我长你一岁, 换你一身阿地, 富贵显中求, 这笔药材买得便宜, 只要成功出手, 便是你我的翻身杖, 上阵父子兵, 打虎亲兄弟, 怎可让你孤身犯险, 那, 什么时候出发, 天亮即刻, 外面风雨交加, 公朗家半个屋子都在漏雨, 我换好衣衫树发后, 他还在着急忙慌拿着破瓦罐接雨水, 我呼得想起, 刘寡妇家的房子也还漏着呢, 他前两日似感染了风寒, 阿娘和孙嬷嬷还曾幸灾乐祸议论过, 我问公朗身上还有没有银子, 公朗在墙上木头划开一个暗阁, 里面都是碎铜钱, 临出城时, 我翻进墙, 将一袋铜钱用手帕包了放在了刘寡妇窗台下, 房中是她的咳嗽声, 东西刚刚放下, 里面就传来声音, 谁? 我只好低声说, 是我, 刘寡妇推门一看, 我的装扮就明白了, 她点了点头, 满眼赞许, 早该走, 可是, 想去投奔你的未婚夫? 我摇了摇头, 自己的娘亲都靠不住, 更何况是儿时香蕉的质子竹马, 我打算去做点买卖, 刘寡妇又咳嗽了两下, 你等我一下, 她回了屋子, 在枕头下的床板里面摸出一个小盒子, 从里面拿出来两块碎银子, 说是准备给我路上用的, 见我不要, 她说就当是入骨, 回头看着一双睡得乖巧的孩子, 若不是为了这两个小东西, 我也想同你一起, 妙景, 你是个有主意的好孩子, 你娘有眼不识金相遇, 只顾着几日嚼头就要打发了你, 但我知道你肯定能成事的, 姐姐没有别的本事, 只能下点苦力气, 这点钱你别嫌少, 穷家富禄, 你一个女子, 在外更不容易, 但她也是一个女人, 还养着两个孩子, 洗衣服洗得手指甲都松动, 这是她的血汗钱, 我到底推辞了, 天色明了开城门第一刻, 我和公朗乔装背着包裹, 跟在了出城的人中, 而与此同时, 我看到了那架之前的马车, 裹在进城的人群中回来了, 马蹄哒哒, 窗尾吹动, 带来逆人的香, 是我娘说的富贵的味道, 里面隐隐雪白的身体, 一闪而过, 我猛地回过头来, 撞上肩上的搭脸有些异样, 伸手按住, 才发现刘寡妇到底还是给我塞了碎银子, 还有一张她亲自绣的帕子, 本已节俭的心还是微微移动, 出了城, 一路向北, 按照我选的商队和路线, 一路顺利, 公朗的佩服毫不掩饰, 妙, 大哥怎么知道该选这条路, 十条线路都遇了事, 只有我们一路这么顺利, 大概运气好, 公朗又感慨, 大哥之前给我指点的两个掌柜也好, 一点都没有垫大欺客, 白毛风还没刮起来, 已陆续有些蛮兵明星南下骚扰, 并城里面渐渐也开始热闹起来, 多了些逃难和避险的人, 因为这里最靠近盛朝的万朝关, 是北地最稳的孤城, 我们在并城中穿梭, 这一月中, 在城中颇有收获, 先前买的草药换了方式存在不同的地方, 一半卖出去, 就一回了本还赚了不少, 剩下的卖高卖低都是大赚, 这些本钱, 一部分我用来重新买了两种囤起来, 明年春天的小黄灾之后, 这批种子能派上大用场, 一部分没想好用处, 公朗建议正好买些皮子带回去, 冬天里京都的贵人都很喜欢皮草, 上好的料子一件就能得摆金, 但是上好的料子不好找, 公朗寻了几家, 都被拒绝了, 说是被一个京都来的大主顾给包了, 说是两个月后就来提货, 那时候狐狸和羊羔都到了最肥美的时候, 他们要献成的最好的料子, 可是两个月后, 正是开战时候, 那时候再好的料子运进来, 也卖不出去, 全变成了废品, 曾经十斤的料子, 几十温铜钱都能拿走, 而按照记忆, 冰州是绝不会实现的, 我的心喷喷跳起来, 若是我能成功干这一票, 半生无余, 富贵险中求, 人会骗人, 钱不会, 我们留下, 半个月后, 药价突然暴涨, 城里也开始出现乱象, 我和公廊底子薄, 虽然在人是买了些人, 但人心隔肚皮, 我其实一个都不信, 手上压着的药材, 我改头换面, 存了几个地窖, 实际地点, 其实公廊也不清楚, 刚刚放出风声, 要出手其中一个地窖的, 出去时一个价, 公廊去谈话时一个价格, 等他谈完回来, 下定时, 价格又不一样了, 我的这批药材质量不错, 价格也不算离谱, 就在即将交付的酒楼, 临时还闯进了好几个程咬金, 第一个来的便是苏老爷那个心爱的二儿子苏承, 上一世我妹妹就是为了她弄死我, 她一身锦衣, 身后跟着两个管事, 两个小厮, 做派十足, 我先头谈的客人被她请到了一边, 长几钱, 只有她一手端茶, 一面抬眸打量我,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老板, 和我想象不太一样, 老板不敢当, 在下不过是个跑腿的小管事, 在外面做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吹, 按照上一世的信息, 我给自己找了个京都闲散富贵王爷家管事亲戚的背景, 不大不小, 刚好够用, 苏承一双桃花眼四笑非笑, 从我驳梗掠过, 然后爽快开出了一个足够让我心动的价格, 给江老板多三成, 剂量也可以多算两成, 我们自己负责运, 如何, 价格涨的是正常, 但是剂量都会多算, 还自己负责运, 我忽然想起了上一世, 当时北地开战, 药材紧张, 池圆的各地城池都花了大家四处搜集, 运了一大批急用的北上池圆镇北将军, 结果半路被蛮兵打劫, 一根草药都没拿到, 也因为此, 受伤的兵士得不到救治, 严重影响了士气, 如今, 再看向这张脸,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又是一起奸商和贪官勾结的筹码, 这一批药, 他大概还可以翻十倍, 我看着他, 他好整以侠看着我, 就像上一世在苏老爷的别院中, 我在屋里沐浴, 他站在屏风外, 问我怎么勾搭了他爹乐布斯鼠, 让他娘心情欲解, 我让他回去问他爹, 他手中的剑一点点割开屏风说, 我再问你半开的屏风里, 我靠在浴桶, 不躲不避, 只等着他的剑来, 裸露的半个肩膀都是瘀青和伤痕, 他站着看了我一会, 最后警告我, 不必再花心思, 无论如何我都进不了苏家门, 苏家主家到底是京都贵族, 不是什么女人都能来攀附的, 后来就有了我妹妹的事情, 眼前这个人, 恶毒风流又不折手段, 炸送药材很符合他的作风, 我微微笑, 看来这是个好生意, 容我考虑考虑, 苏承也笑, 那就给小江先生一天时间, 他站起来, 压低了身子, 看我不会有比我更慷慨的主顾, 而且, 小先生真拿了那么多银子, 乱世之下, 江先生又这么醒目, 能全身而退吗? 他站起身, 先从那个要买的主顾出去, 立刻低头跟着出去, 第二个来谈的主顾, 就比他直白多了, 行商打扮, 财大气粗, 爽快近乎粗鲁, 那人说可以给我钱, 也可以用上好的皮料做交换, 还说这皮料能保证 和卖去京都的料子质量一样好, 足够我赚很多, 这批药材买了, 只需要给他们地址, 他们自会去提货, 听起来好极了, 十足地赚钱买卖, 连功朗都有些心动, 等那人一走, 他立刻问我, 为什么不立刻同意, 阿兄为何不硬, 若是料子送来, 我们正好可以马上南下, 免得提心吊胆, 我抬手示意他晋升, 第三个主顾已经上门了, 这人戴着风帽, 帽颜压得很低, 衣衫破旧, 一看就没什么钱, 抬起头来, 倒是一副好模样, 只是神色肃杀, 并不是商骨模样, 他开门见山, 想要我全部的药材, 价格是行情, 多出也可, 只是不能献钱, 能先给的是一张欠条, 公朗警惕问, 我们平和信你, 那人伸出手, 节俭的宽大手掌, 推出一方盖着欠条的印信, 手背上还有心愈合的伤口, 凭这个, 他虽是领兵不到50的小小队帅, 但印信是镇北将军下辖的萧奇校尉的, 公朗道, 方才的价格先生也听见了, 按照行情这个价格, 那人耐着性子说, 如今后方战事吃紧, 而药材飞涨, 朝廷供应收购的药物迟迟不来, 这次是校卫大人授权他们上风带队出来筹措的, 价格给不了最好, 但一旦击溃北蛮, 必定论功行赏, 如数交付, 说到最后, 那对绿闷声软的声音, 都是盛朝子民, 将士等在后方拼命, 难道还不值得这些许银子? 若是蛮兵打进来, 一路南下, 破了兵州城, 万朝关再无险可守, 小掌柜再多银子, 也是狼口肥肉, 公狼转头看我, 我看清那子, 忍不住伸手接过那印信, 上面的字迹带着陌生的熟悉, 镜是我那位素媚蒙面的未婚夫陪张的字迹, 再抬头看, 这个对绿也有些眼熟, 是了, 是他, 上一世, 我跟了苏老爷后, 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 绝了婚事, 陪张那时, 曾派了个断胳膊的亲信兵足来送信, 随信的, 还有一只朱钗, 信很短, 大概是从什么书页上随手扯下来的, 自己方正有力, 说是他迟迟未来提亲, 实在耽误了我, 唯愿我一事安好, 那段胳膊的冰足, 脸上带着未清洗干净的血子, 一看便是参风露宿, 马不停蹄赶来, 他沉默将信给我, 我当时看了多久, 他就站了多久, 我问他, 裴公子可好, 冰足莫莉会说, 好, 他希望娘子也好, 然后转头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那冰足肃杀的脸, 和眼前这个对帅的脸, 渐渐重合, 我心下微动, 那时候, 裴张正是在北地, 他是军中文书, 他们的住房, 正是在冰州的前区关爱晚城, 听说前不久, 镇北将军的前锋突围成功前往各城球员, 看来来晚城的便是这位萧綦校尉, 遥远的战事和近在咫尺的惨烈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伸手按着那欠条没出声, 眼前的对绿显然没有什么做生意的经验, 看见我沉默以为拒绝, 屋内气压很低, 他伸手按在刀柄, 却还是在缓缓下松开了去, 那你要多少银子, 他似极力忍耐, 将士在后方拼命, 粮草药物样样慢吞吞, 而等还想着发过难财, 也不怕段子绝孙, 不要钱, 我呼地抬头看他, 男子的声音卡住, 过了一秒, 才回过神, 多少, 但能不能拿到, 得看你们的本事, 出了酒楼, 左右都是形色匆匆的路人, 不少人面带积色, 扶老邪幼, 公朗追上我, 并肩而行, 欲言又止, 他不懂我为何要同意, 如今乱世将临, 当然是能先自保最好, 发国难财的又不是我们一家, 比如, 那苏家早早就四处活动, 当铺甚至开到了城门口, 专门等那些逃难的过来吸血, 街头摊贩议论, 郑北将军在北地丢了两个城池, 助手的交城也要失手, 现派人前往各地求援, 但越靠近内城, 越是皇亲贵胄子弟住房, 这些守将一看势头不好, 个个一心自保, 迟迟不肯出动不说, 还向朝廷上书是因郑北将军抵抗不力, 提前甩锅, 只怕早晚要打过来唉声叹气一片, 我猜这也是那个对帅来私下来收药的原因, 郊城派人求援, 晚城主将不肯出兵, 但有当权者又同情不愤, 所以使人前来帮助收购药材被按住交城, 所以拿的也是宾州齐都尉的印信, 这人是裴章吗? 思绪被路边新出笼的包子香味打断, 我买了几个包子, 两个给公郎, 一个拿着, 旁边一个七八岁的破烂衣衫少年 一直咽着口水跟着我们, 我看一眼公郎, 他将那包子给孩子, 孩子一愣, 谢了半个字就忙掰开一半, 一口直接胡伦吞了, 然后紧紧捏着另一半, 转头就跑, 角落里都是面带积色的难民, 远远看去, 他将另一半包子给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妇人, 公郎叹口气, 想要再买包子, 如果前线失利, 再多的包子也不够用, 杯水车薪, 这就是我要把药材给他的原因, 乱世之中, 命如蝼蚁, 女子更为艰难, 我若只有钱, 是不够安身立命的, 我还需要一点别的东西, 我教过身后的随从, 让他们去找了那第二个主顾, 告诉他们, 我愿意交货, 果然到了后半夜, 这批伪装过的客人如约来了, 我先问钱再拿, 为首之人扔出一个包裹, 里面沉甸甸的银子, 我立刻向他们指了指身后的桌子位置, 两人搬开上面的长桌, 果然看到下行的地窖, 确认了里面是有药材后, 为首之人冷笑一声, 看我像看死人, 下一刻就拔刀, 但他的刀还没砍过来, 力剑破风声响起, 一剑射穿他喉咙, 我快速蹲下滚了一圈, 不多时, 欲先埋伏在院中的对律和他的人, 已收拾完了这一波假扮的伤骨, 果真是北地的蛮子装扮, 身上还带着不少火油, 看来是准备直接杀人毁祸, 小先生什么时候看出他们身份的? 鞋子, 这些人虽然换了成朝的衣衫, 说话也可以模仿成朝的腔调, 但是他们的鞋子还是北蛮的皮靴, 那种特质地带着细微马刺的靴子, 踩在身上如同鱼钩一样倒挂, 屈辱而疼, 而且, 他们每个人大拇指上 都有取下指环留下的痕迹, 将前世记得的信息 当作是从这些死人身上套出来的话, 一一说给这个对帅, 那对帅听得一愣, 所以, 主力其实是在往晚城, 并不是现在瞒兵重点攻打的焦州, 他只是微微一想, 就全明白了, 脸上也有了急迫, 将先生此番大功, 我将欠条收下, 拎起那包银子, 捡出我应得的部分, 剩下一并给了那个对率, 这是为何? 我是生意人, 自然是为了做生意, 虽是微末的战力之功, 但也想未来大人得将军赏的时候, 能有个什么嘉奖令信奸什么的, 未来行走这北地也方便不是, 可那对率第一次郑重问我, 敢问先生大名, 江妙他文言呼的抬头, 微微一愣, 第一次郑重看我, 表字是, 父亲吉吉给我的字, 申微, 小掌柜听口音是严州一带的, 外面有他的同伴催促, 他们买通了出城的铜桥, 时间有限, 他点了点头, 再会, 纵马吉池的马蹄声渐渐消失, 我给的信息只要利用得当, 足够改变婉城, 甚至整个北地的命运, 上一世婉城以扮成性命, 拖住了蛮兵的脚步, 最终镇北将军反杀夺得大捷, 保全了娇州, 这也是我给婉城和北地, 能做的唯一之事, 只是这一事, 我不能确认在改变了信息的情况下, 娇州会不会出事, 所以第二日一早, 我就收拾好行囊, 和公囊一并准备离开, 为了安全, 依旧随同商队和标行出行, 这边收拾好, 那边就碰到了那个给包子的小孩, 他拉着他阿娘远远等在门口, 见我出来, 立刻跑来给我磕了一个头, 说他想要自卖为奴, 跟着我, 他眼巴巴看着我, 说自己也认识鞋子, 可以做很多事, 他的母亲温婉端正, 也忙说自己会僵喜, 也善刨快之事, 极力压着咳嗽, 生生挺直病弱的身体, 装作康健模样, 只想给孩子一个生路, 我最后留下一笔钱, 将他们两个都留下来, 这些是给你阿娘看病的, 这些是你们的生计, 余下的, 若是以厚皮草料子降价, 你便找昌门街那家铺子的湖掌柜去买, 还有余下的, 便救济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吧, 我们没有回家, 而是静止到了京都, 繁华的京都, 无论边城如何混乱, 依旧歌舞升平, 那年冬天, 北地刮起了白毛风, 打得一塌糊涂, 最终如同前世, 不, 比前世好很多, 不止守住了交城, 连同晚城兵舟, 都稳稳捏在镇北将军手里, 这一世, 他没有瞎眼, 没有剁指求援, 年末的都城中, 都是他用兵如神的传说, 还说他麾下得了一名号称 小诸葛的军师, 能为补先知, 功不可没, 这一世, 百姓也没有流离失所, 皮草的价格自然也没有大跌, 等在交城准备抄底的苏城 亏了一大笔钱, 又因为镇北军早早打散了蛮兵, 高价收购的药材堆在了手里, 京都内应的贵人不出手, 苏家派了好几次人来找京都的主家, 却一无所获, 我按戳戳再帮他们烧一把火, 将前世我知道的官商勾结名单, 营业涉入浴室府邸, 闹了颇有一阵, 苏家赔了一大笔钱才消停下来, 因着春日那批种子, 我适时抛出, 积累了足够的本钱, 有钱囤积更多的货物, 上一世度日如年, 每一日每一刻的记忆成了这一世最大的助力, 跌涨才买, 几乎有如神柱, 量不大, 但能确保次次不走空, 工朗成长很快, 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对外的买卖很多都是经过它来处理,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我已在京都置办两个小院, 日子如流水, 平静舒适, 上四节那日, 我进京都遇到了之前那交州的故人对律, 他自称叫裴继真, 人靠衣装马靠庵, 那日城中落魄, 如今换了一身华服, 看起来迥然不同, 兼顾三分文气, 更是风度翩翩, 一进我的药铺大门, 就引来旁边几个娘子, 频频回头, 他自称是来京办事的, 这次偶遇倒是颇为头气, 接连数日都邀约相聚, 在他的筹措帮助下, 我和焦成的顾旧联系上, 倒是平白又赚了一笔皮子钱, 当初焦成保下来后, 皮子虽然没有降价, 但是裴继真搞了一批皮子战利品, 正是当初那些京都想要人想要收购的北蛮禁品, 他说这些皮子, 就像是我给他分的药材钱一样, 都是威莫的战利之功, 礼当共享, 我从不合钱过不去, 心安礼得收了, 裴继真正人着实有些意思, 阴长在军中, 有几分完事不公, 却也阴在军中, 一严肃起来颇有几分射人, 讲起故事来颇有一套, 回款那日他要我请客, 薄酒微醺, 春日暖阳, 街上人来人往, 他用了一杯, 又给我倒上一杯, 他呼得感慨, 这样的热闹, 真叫人喜欢, 若是喜欢, 可以多留几日, 多看看, 过几日, 报国寺的桃花大概要开了, 郊州塞外的花也快开了, 青绿的草地, 满地的爬的菊, 像太阳一样的赤黄, 江掌柜, 想去看看吗? 我点着手里的点心, 可我更喜欢京都的热闹, 安稳, 热闹, 隐匿其中, 如鱼入水, 他不再说话, 相处数日, 把必同游, 一个做过赤后的兵士, 细致入微, 我的伪装他早已冻席, 大概身份也早就查清楚了, 彼此都是聪明人, 问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 沉默中, 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我曾问过他, 晚成可有一位姓裴的同僚, 他昔日不曾回答, 今天结束谈话, 却忽然说起来这件事, 还记得江掌柜说的那位裴章大人吗? 他呀, 其实, 死了, 他说吧, 酒杯稳稳落在桌上, 笑道, 走了, 那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裴吉珍, 接下来的心思, 我更多用在金银上, 力求生意不好不坏, 总有镜像, 闷声发财, 倒是意外攒了好几个分号, 我娘有一件事是对的, 我在搂钱上是有天赋的, 只是我上一世的钱, 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 省吃俭用, 然后节约出来的, 又被他们毫不心疼, 全花了出去, 端午之后, 公朗挂念家中的母亲, 同我商议, 想要将寡母接到京都, 结果一去不回, 等了月余, 我去了书信询问, 谁知等来的不是回信, 而是秦县来, 抓我的牙役, 兵马斯的差异虽熟, 但架不住那牙役拿着搜捕文书, 也确实我的身份有问题, 只能先将我交出去, 便是我已足够富贵, 但一旦发现我是女子身份, 母族来人, 我就只能束手就付, 银钱疏通不了, 他们口口声声是寻找 江家被拐带的女儿, 我这才知道, 公朗被扣留在了秦县, 因苏家寻人寻来寻去, 发现了他和我交往的蛛丝马迹, 给他扣了一个拐带良家的罪名, 公朗已入狱一个月, 受尽拷打, 却始终没有吐露出我的下落, 要不是我的这封信, 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叹了口气, 叫后面管家过来, 拿钱买了鸡皮快马, 那不如骑马回去, 还能快点, 拿人手短, 很快我就知道原委, 我走了以后, 没有多久, 我阿娘同苏老爷的事传出风言风语, 不得已改嫁给了苏老爷为妾, 她顶替了曾经我的位置, 我妹妹江英也吵着跟着改了姓入了苏家, 她要成为千娇百宠的富贵人家的小姐, 新鲜之时, 苏老爷也给他们花过钱, 那些我娘口口声声描述的荣华富贵, 现在似乎真的都落到了他们身上, 但很快, 苏老爷对我娘失去了兴趣, 两人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 然后我娘就开始找我, 来来回回找了好些次, 还找到了留寡妇家中, 去她门口跪着, 被留寡妇骂走了, 大半年过去, 本以为无望, 我娘也渐渐绝望, 而就在这时候, 苏家行商的二公子回家了, 她无意中说, 新姨娘和新妹妹 同她见过的一个小掌柜有些相像, 这话被我娘留了心, 我早说她是个聪明人, 她同那个老兔子合计猜测, 竟然真的被苏老爷挖到了蛛丝马迹, 最后查到了公朗身上, 公朗看起来没有背景, 偏偏细看还颇有佳资, 苏老爷和串通的县令都动了心, 我娘在衙门哭哭啼啼, 说此番来找我回去, 是接我回去享福的, 狗都不信, 在出发之前, 除了找了京都两位 速日有些交道的小官做宝, 我还即刻安排最快的一站 给交成送信, 裴继真的能量恐还不够大, 所以将那欠条一并捎带了过去, 就凭那欠条, 如今升官的镇北侯 卖我一个倚仗的失算, 不得什么麻烦时, 况且, 我只是要求给我一份嘉奖, 保我小命, 再借我几个人壮壮胆, 收拾几个狗腿子, 我们一路快马回到秦县, 离县的十里亭, 倒是先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苏承, 让人意外, 那日桥你没有猴杰, 本以为是宫中的小公公, 没想到是个小娘子, 她似笑非笑, 后来我再去寻小娘子, 没想到只看到人去楼空, 辗转找了好些人, 竟然都不知道小娘子底细, 小娘子走得真急, 险些让我交不了差, 苏公子, 买卖不成仁义在, 只是区区一批药材, 不必追这么久吧, 想要做生意, 日后有的是机会, 她目光微动, 催马上前两步, 阿妙姑娘好生见外, 总觉得我们曾见过, 药材嘛, 就不必了, 眼下小娘子可还愿意和我 做一笔更有意思的买卖, 这回她要我卖的是自己, 她说她父亲不是个好相遇的, 早寄予我, 我娘不过是我替代品, 要是我回去进了苏家, 便是羊肉虎口, 所以不如先入了你的虎口, 我这是保护你, 跟着我总好过跟着一个老头子, 而且我不打人, 我欲催马离开, 他挑了挑眉, 你不要后悔,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习惯, 头顶传来一声鹰损的奸笑, 我的援兵到了, 我一家马富, 很巧, 我从不后悔, 回到县衙, 即刻升堂, 两侧站着造立, 苏老爷站在下手, 一看我便眼睛一亮, 先离了李一山, 我心里生起一阵恶心, 我娘哭哭啼啼跪在堂中, 看到我更是要扑上来, 我侧身闪过, 在堂下跪下自报姓名, 我娘哭哭啼啼, 指着一身血迹斑斑的功朗控诉, 这, 我可怜苦命的女儿, 可怜被她拐带走, 如今人赃病祸, 大人, 可要为民妇做主啊, 她哭得伤心, 眼里却无半分悲凉, 我沉默看着她, 等她哭够了, 我问, 大娘, 你是, 我娘愣了一下, 我是你娘, 你娘亲啊, 我娘乃是江夏氏, 这位大娘似乎是苏夏氏啊, 我娘哑口, 我的名字如今还在江家族谱, 她已另嫁, 自然不能再拿捏我, 她立刻大声哭泣起来, 可是, 可是, 阿妙, 你不记得娘了吗? 阿妙, 你不能这样, 我辛辛苦苦怀胎十月将你生下来, 难产痛了一天一夜, 你就是这样对娘的吗? 支线重眉, 肃静, 苏老爷给她识眼色, 她看都不看, 只用余光看着身后, 厂下的人没发现, 这支线老爷身后的差异, 早换了人, 那两人面色肃然, 自带威压, 一看便是军中之人, 我心里微松, 支线咳嗽了一声, 姜妙此言, 确实有理, 苏老爷忍不住搓了搓手指, 提醒道, 孟大人, 县令猛然一拍金堂木, 闭嘴, 你是在叫本官做事? 不, 不敢, 我既是姜家女, 她自然在没有说话的余地, 话音刚落, 我娘身后跪着的妹妹也叫起来, 她都不是苏家的女儿, 那我也不是, 我也是姜家的女儿, 大人, 也为我做主啊, 我也要当姜家女儿, 我娘低声叫她别胡说, 她反而叫得更大声, 旁听的低声议论, 不知道我妹在发什么疯, 我当然知道她是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那个风流恶毒的苏二公子, 她那样的脑子, 装下了男人, 就装不下别的, 上一世, 他们是一见钟情, 那苏二不过是略微撩拨, 我妹妹就被迷得五迷三道, 重来一世, 还是一样的套路, 民女就要做姜家女儿, 大人, 当初, 当初都是我娘为了富贵, 逼着我跟她进了苏家, 大人为我做主啊, 我娘也休脑了, 闭嘴, 当初要不是你吵着闹着, 家里困苦, 我能这样嫁进苏家吗, 还不是为了你过好日子, 如今你的好日子过足够了, 为了一个男人, 就要舍弃为娘而去, 娘, 你在胡说什么, 妹妹满脸通红, 我娘更生气, 我胡说, 我一辈子都在操持一家的体面, 你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就是为了苏家二公子, 当初如此, 江英顿时满脸通红, 然众目睽睽之下, 只能否认, 说绝无此事, 我娘立刻道, 既然不是这样, 你早就停前, 机长歌秀, 断亲要跟着为娘, 那便安心待在苏家, 我妹妹一下愣住, 一下哭出声, 娘, 你怎么能这样, 仙头脱江妙下水, 现在是我, 我过得不好, 你很高兴吗, 闭嘴, 这就是素日教你的孝顺, 做娘的还在辛苦, 儿女却只想着享福, 世间哪有, 砰的一声又是金堂木, 咆哮公堂, 成河体统, 拖下去, 打, 县令卡住, 却是看了一下身旁差役, 然后试探着说了一声, 二是大板, 我妹妹被拖下去的时候, 轮到了我的官司, 我娘不敢再动作, 赵本轩柯说着那些糊涂话, 什么工廊拐带我, 将我带去了边城, 无媒无聘, 视为私奔, 她建议, 一来要工廊赔钱, 加资充公, 二来, 虽然我是江家女, 但此事是官秦县体面, 最好将我送进尼姑庙里修行, 断了红尘俗念, 至于庙宇, 她也有建议, 就在靠近苏家别院的白云庵出家就行, 这样, 我这个做娘的, 想她的时候还能去照应她一下, 她对我无情, 但她到底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我不能对她无情, 白云庵靠近苏家别庄, 算是半个苏家私产, 原来是等在这里呀, 外场议论纷纷, 公朗艰难反驳道, 我们并不是私奔, 不是私奔, 为何要去北地, 为何又不愿意回秦县, 偏偏后面还躲在京都, 我离家是因为我曾经的母亲为了财博, 意图毁婚, 按照胜率, 女方毁婚需退还聘礼, 否则账六时, 我娘道, 不过是儿戏之言, 谈什么婚聘, 我伸手送出当日当铺的当票, 上面赫然写着的便是婚配, 口说无凭, 便是你真的是为此去了北地, 谁能保证你在那边没有不是乱来, 否则你怎么得了这么多银子, 还有钱给公网回家来接她母亲, 姜妙, 你真是有钱啊, 自己的娘亲还在受苦, 却想着去照顾别人家的娘亲, 我做生意正的, 正的, 你怎么正, 你一个女人怎么正, 姜妙, 啊, 你不会是, 她露出夸张的表情, 支县大人, 民妇请求, 还是将她尽快送进庙中, 民妇实在问不出口了, 地上的公朗, 气得咳嗽起来, 我抬头看向支县身后屏风处的人, 大人来都来了, 听了这么久笑话, 不替小女子作误症吗? 后面响起一声笑, 姜掌柜慷慨陈词, 本想再听听声一惊, 也罢, 袖袍先出, 接着便是一个长身玉立的年轻人, 英俊的脸上带了三分笑, 正是裴继珍, 来的居然是她, 身上锦衣玉带, 混得还不错, 我还没说话, 就听见我娘亲道, 是此人作证吗? 此人不行, 支县脸色难看, 为何不行? 我娘道, 这人之前来秦县找过阿妙, 一看便是一伙的, 谁知道她是不是江妙的情夫, 我听了一愣, 她竟然亲来找过我, 所以, 之前在京都她带来的糕点, 并不是路上随手买的, 而是从秦县带来的, 裴继珍满脸无辜, 先头有任务经过秦县, 确实顺路微服来过, 只是那时江姑娘不在家中, 未能得见, 我娘立刻道, 看吧, 看吧, 我就说吧, 支县大人, 听见没有, 人家是路过, 有任务路过, 我娘不满, 路过了都要来看, 定然有鬼, 多半早就认识, 她笑, 我同庙娘子, 也的确算得上旧相识, 支县大人立刻道, 听见没有, 人家是旧相识, 我娘立刻难过, 阿妙, 为娘平日是如何教导你的, 她呜呜给我身上饮脏水, 却看裴继真冷笑一声, 直接拿出来郑北侯给我的嘉奖, 一六长卷的踏本上, 是朝廷亲自颁发的, 大名便是我的江庙二子, 接下来, 裴继真慷慨陈辞了我在北地的一举, 同时肯定了公朗的贡献, 现场一片哗然, 她的两个随护立刻下来, 亲扶了公朗坐下, 公朗的老母亲颤巍巍走过去, 默默给儿子擦伤, 我趁热打铁, 将京都中的几分宝书送上, 县官又开始擦汗, 我娘一下撑目, 转头愣住, 看向苏老爷, 而本来示弱的见风使舵的江家人, 此刻一下像是有了底气, 开始乌拉在外面嚷起来, 开始要给我撑腰, 他们一如既往的, 谁赢帮谁, 成功之后, 自然有人同情你, 心疼你, 外面大声议论起来, 原来春日那个评价的种子, 也是江大娘子出手的, 我就说, 这苏家一个姨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关心江大娘子,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偏心得很, 原来是为了要钱啊, 唉, 为了钱, 她什么做不出来, 之前那是忘了, 当初女儿还有婚约, 就打算送女儿去做妾, 还是那么个老头子, 不然江庙能跑吗, 江庙真可怜, 摊上了这么一个娘, 议论声不大不小, 刚刚好里面的人都听见, 县令只问我娘, 可有此事, 我娘支支吾吾, 那, 那不是当时听说她那未婚妇死了, 本来隔月是有信, 连这四月都没消息, 名妇一时心慌, 也是为了女儿好, 有信, 我微微一愣, 我从未收到过任何信, 我娘脸色发白, 做娘的, 还不是为了你名声和未来幸福, 那个陪赵父母早亡, 孤身在边关正老婆本, 算个什么东西, 有今天没明天, 你嫁了那么远, 以后还能见到娘吗, 县令猛然咳嗽起来, 清汤大老爷, 名妇所言非虚呀, 那你就是承认你毁婚了, 按照胜率书役, 女方毁婚者, 虚受帐行四十, 来人, 拖下去, 我娘哭天喊地, 我如今已是苏下士, 不是江下士,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老爷, 老爷, 你说话呀, 你说过你帮我的, 支线命人堵了他的嘴, 拖了下去, 苏老爷忍不住上前一步, 大人, 此事恐怕有些不妥, 支线老爷翻脸, 的确不妥, 还有你, 强抢民女, 仗势欺人, 我没有啊, 现在没有, 之前难道没有, 以后不会有, 来人呐, 先赶紧赶紧地, 带下去, 苏老爷自诩, 事情做得干净, 但在我的提醒下, 一个两个婢女的尸体, 在后院被搜到,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知道, 画押之后, 万念俱灰的苏老板, 被带回大牢, 正好和我阿娘关在一起, 她喃喃自语片刻, 忽然眼底胸光一闪, 转头就给了同劳的阿娘一巴掌, 他们怎么会知道, 肯定是你说的, 阿娘无脸哭泣, 正好看到我, 态度已截然不同, 扑过来求我, 阿妙, 我是你娘亲, 你难道真的忍心我在这里受苦吗? 我也是不得已呀, 这个老东西早就看上了你, 他逼着我给你下药, 他说他一定会好好对你, 那阿娘, 他好好对你了吗? 阿妙, 你是姐姐, 长兄为父, 长姐为母, 照顾弟弟妹妹, 不是应该的吗? 我是母, 那娘亲是什么? 寄生虫吗? 我转头向外走去, 身后是苏老爷的赤马, 而以绝望的阿娘, 却丝毫没有找回当初打我的尽头, 他只捂着头, 哭泣, 求饶说, 老爷, 他不行, 不是还有我, 男二姑娘吗? 他们好歹也有三四分相像了, 但凡他有一分当初杀我的勇气, 我闭了闭眼, 抬脚沿着逼泽狭狭的地牢通道向外面走去, 出了天牢, 外面阳光刺目, 天牢入口, 正半公身站着县令和裴继真, 县令满头是汗, 地上是扔得到处都是的金银钉, 一看就是行贿失败, 裴继真只是懒洋洋翻着手上的账本和证据, 县令一下跪下来, 裴大人, 之前那些贪赃枉法都是诬陷啊, 裴继真抬眸凉凉看了他一眼, 县令声音小了一点, 有些是真的冤枉啊, 大人, 大人, 我将功补过, 给我个重新做官的机会吧, 他求完裴继真, 见他无动于衷, 转头进来拉我, 江娘子, 江大姑娘, 裴大人听你的, 你帮我美言几句啊, 咱们同一个县的呀, 还有, 我这一路派人接你回来, 都是好吃好喝的, 都是误会, 误会, 县令大人, 未免太高看, 小女子了, 县令愣了一下, 不不不, 应该的, 您和裴大人关系亲厚, 是我之前有眼不识泰山, 早知道您就是他的未婚妻, 打死我也不会受那苏世昌的威胁, 诸下大错呀, 什么未婚妻, 我说到这里, 忽然扶置心灵, 一个念头冒出来, 我猛然转头看向裴继真, 他正好整以侠看着我, 微微挑了挑眉, 裴继真第一次郑重介绍, 继真是他婊子, 他本名裴张, 新装人, 脑子里有一瞬, 微微嗡了一下, 他说是因为我没问, 他才一直没找到机会说, 所以一开始他就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他在京都并不是什么偶遇和路过, 他就是来找我的, 上一世交错的记忆连同这一世的相处涌入脑海, 我想起他断了手臂, 沉默给我地信, 给我的模样, 大概是一场大战后, 他来见我最后一面, 然后没有饮一杯茶, 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道了一声珍重, 一直死记的心, 忽然有一瞬难言的情绪, 又有几分暗恼, 所以裴大人觉得这样很好玩嘛, 裴张命人将县令请了下去, 他从怀中取出了一对玉佩, 一个是我曾经荡掉的, 一个是他的, 合拢在一起就是信物,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你七岁, 你的阿娘买了一块好料子回来, 你阿娘留了一半做衣裳, 妹妹要了一身衣裳, 你弟弟预留了一块做鞋子, 轮到你了, 你阿娘说料子不够了, 给你一个手卷吧, 你明明很喜欢新衣裳, 但却看了弟弟妹妹, 说你早就想要一个手卷了, 我那时候就在想, 这么好看的妹妹, 以后要是和我一起, 我一定什么都让她先选, 选自己喜欢的, 后来十四岁, 我爹娘相继病逝, 家到中落, 那年, 我最后银子买了送去你家的年礼, 被你阿娘退了回来, 街坊都说, 我家没落, 如今我连自己都顾不住, 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我, 我不信, 姜伯伯向来很好, 我从新庄走到了秦县, 伯父出门, 你家里没有一个人理我, 是你在厨房蒸了一份鸡蛋羹给我, 你娘后来骂你吃里扒外, 弟弟都还没吃, 自己就到处送人, 你说这个月你都不要吃鸡蛋, 都不挤弟弟, 我当时就在想, 以后我一定要给你很多很多吃的, 后来去了北地, 混了几年, 因为识字, 先进去做了文书, 但文书升迁太慢, 要想在你集集后, 尽快赢取, 还得要军功, 所以, 我就弃笔从容了, 运气很好, 几场仗没死, 又就过上风一次, 后来提拔成了石城, 队帅, 百夫长, 再后来, 就是镇北将军的人突围求援, 我赌了一把, 然后在娇城遇到了你, 他说的好像很轻松, 就像在京都长街上的酒家, 后来大盛, 我心里很痛快, 得了奖赏第一时间就来了娇城, 但你已经走了, 再后来, 我去了秦县, 再费了点功夫去京都, 但你说你喜欢热闹, 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聘礼, 是应该退回南方的, 但玉佩是阿妙你荡掉的, 要不要赎回来, 荡票仍在你手里, 你可以迟点告诉我, 他说到最后, 脸已经转到了旁边, 向来从容不竭的脸上, 也有了微红, 检举的信件送到吏部第三天, 支县就被革职查办了, 新来的县令雷厉风行, 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劳中的机案, 苏家送去的礼, 还没到县衙门口, 就被扔了出来, 苏世昌因虐杀奴婢和良妾, 加上行商无良, 甚至同北蛮交易, 恕罪并罚, 他首当其冲, 被判斩立绝, 家中财务充公, 我娘作为妾室, 赎身不得, 只好继续跟着破络的苏家过火, 而在秋天, 妹妹姗姗来迟的吉吉礼, 到底到了时间, 只可惜, 苏家根本没有钱给他办理, 他哭闹中, 被狠狠打了一顿, 不久, 他又被发现早就和苏二公子苏承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他一心爱慕这个苏承, 为了他毫无底线, 无眉苟合, 又加世苏家丑闻, 被家法处之后, 最后他进了苏家卖掉的别庄旁的白云庵, 修身养性, 苏家只剩下我娘, 我娘作妾没多久, 苏家因为编程损了不少银子, 所以基本没得到什么好处, 原本的仆役所剩无几, 他不得不开始干越来越多的活, 他终日哭哭啼啼, 但如今没人买账, 他便开始逢人就说, 末期我现在穷, 我女儿有钱, 我女儿做生意, 赚了很多钱, 她早晚会来找我的, 听的人就笑她, 你哪个女儿啊, 被你逼着做妾跑路的女儿, 还是被你亲手搅了头发做姑子的女儿啊, 我娘就说不出话来, 孙嬷嬷跟着她, 也吃足苦头, 两人最终开始起了局语, 最后孙嬷嬷要走, 我娘不肯, 但她不是孙嬷嬷的对手, 于是, 她叫来我那一长个子的傻弟弟, 将孙嬷嬷按在房中, 这一按就按出了事, 孙嬷嬷晚上从房中出来, 我弟弟还在后面吃身追着, 她气得大哭大骂, 你姐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蠢货, 我都可以做你奶奶了呀, 我弟只会嗷嗷叫, 奶奶, 再后来, 苏家没人, 我弟看上了细皮嫩肉的苏承, 天天追着她跑, 她虽年纪不够大, 但力气足够, 再一次苏承醉酒之后, 被我弟弟压着闷死在了床上, 苏家大乱, 我娘为了毁灭罪证, 直接放火烧了苏家, 她被抓住的时候, 已经疯疯癫癫, 嘴里只有一句话, 终究这家子要活, 我们也是不得已, 而我妹妹知道这个消息, 直接气疯了, 她从庙中跑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将我娘打了一顿, 要不是因为你, 她怎么会死, 我娘转头目瞪瞪看她, 嘴里叫着, 阿庙, 阿庙, 你来接娘了吗? 我妹妹嫌弃躲开, 和她在大街上拉扯, 我娘眼神忽然变了, 不对, 你不是阿庙, 我的阿庙, 从小就乖, 最贴心了, 从来不会扯我, 我说的话句句听, 她开始打我妹妹, 坏东西从我阿庙身上下来, 从我阿庙身上下来, 我在楼上看了很久, 最后道, 将他们一起送进白云庵吧, 陪张伸手牵住我的手, 好, 秦县的街道依旧息嚷, 但是, 这一次, 我不再用担心在人群中, 才能隐匿自己得到安全, 我也想去看, 塞外剩下的草地满地牛羊, 还想去看, 川流不息的长河水道, 里面是我今年用特殊法子, 运到京都的水果, 又是一笔好买卖, 陪张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 天天就想着买卖, 以后, 我改名叫买卖算了, 好啊, 陪买卖, 翻外回到秦县修整好的第三天, 我去找古人刘寡妇, 这一年, 我阿娘因为攀附了苏世昌, 干了不少狐家虎威之事, 比如, 不许街坊邻居让刘寡妇洗衣服, 刘寡妇撒泼闹了两回, 反而吃了官司, 被关了几日出来, 身体早已大不如前, 我去的时候, 家中早已一贫如洗, 能换吃的都用得差不多了, 刘寡妇病了很久, 深冷的屋子里没有点灯, 我在窗边敲了一会, 里面也没有动静, 我进去一看, 刘寡妇脸色白得像纸, 她半靠在床上, 不知道是睡着还是昏过去, 手上还抓着一个 破破烂烂的绣绷子, 她的两个孩子 齐齐睡在她旁边, 身上盖着硬邦邦的被子, 但脸蛋和手势干干净净的 她们紧紧靠在刘寡妇身边脸, 饿得很瘦, 我心里一疼, 伸手去推刘寡妇, 她没醒, 她两个孩子倒是先醒了, 两个半大的孩子, 一个抓着水瓢, 一个抓着被子哭, 哭了两声, 一个大点的抽抽叶也止住了, 转头看了一眼他妈, 她们慢吞吞爬出来, 门没关, 她们站在屋子角落里看着我, 我走过去, 先伸手抱了抱她们, 不记得了我吗? 我是阿妙姐姐呀, 大得愣了一下, 看我一会, 认出了我来, 挖得一声哭了, 这时方才离开的裴张回来了, 手上抱了几个热乎乎的包子, 她放下东西, 向我点了点头, 自行退到门外等着, 两个小家伙一下扑上去, 大口吃起来, 我将她罐子里面的米粥拿过来, 为了挤勺给留寡妇, 半昏的她终于醒过来, 看见我她第一时间眼睛一红, 阿妙你回来了? 我不是做梦吧? 还是, 你是来接我了, 我不能走, 我孩子还小, 她们还没吃饱, 不是做梦, 我将脸埋在她手上对不起阿姐, 我回来晚了, 阿姐, 你给我的钱, 赚了很多钱, 就像阿姐之前带我挣钱一样以后, 阿姐同我一起, 再也不挨饿了,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